在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种菜是咱们中国人的天赋 现在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中 高楼大厦更加无法阻止人们种菜 没有花园有天台 没有天台有阳台 甚至是塑料盆 饮料瓶子 泡沫箱 中国人爱种菜实际源于咱们对土地的深厚感情 很多人出生于农村 生长于农村 在大城市中安家后 对土地仍格外珍惜 只是在城市高密度的环境下 城市人的田园梦似乎很难实现 曾经的争香挑农门变成了我要回农村 有没有办法让人们在城市中拥有一片农田呢 日本给出了一种答案 那就是都市农业 东京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然而在东京都的23个区 全都保留了超过50万亩的农田 即使是在繁华的列马区 还保留215公顷的农用地 在这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岛国 都市农业2%的农地 提供了8%的农业总产值 日本是怎么做到的呢 日本的都市农业分为几种 有可以供市民族用的土地 成租者经营 农业所有者收取租金 有专为65岁以上老人开辟的银发族农园 老人在这里体验公众收获的乐趣 追忆往事健康生活 有将农产品生产消费和休闲旅游 结合到一起的农业公园 公园中建有景观区 水果区 花卉区等 还有供都市人休假的农场民宿 以及观光体验农业 这些都分布于都市或者近郊 这些农地大都分布在高楼大厦之间 他们一方面绿化了生态环境 为市民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 为市民提供了各种新鲜的农产品 有着良好的经济效益 虽然这些土地小而分散 但产业化发展 产品有特点 品质好 娱乐体验等很多优势 弥补了土地面积小 小一地的缺点 当然 日本的都市农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农业人员老龄化 高额的农业补贴等 这个国家也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 这是被日本城市化所逼出来的一种农业模式 在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周边的一些地价不断上涨 一些农户为了土地增值 而不愿过早卖地 于是这些近郊农业不断被城市包围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 这些土地存在的价值 中国目前也处于城市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人们对于土地又同样难以割舍 高楼大厦侵占农田时 农田能不能融入城市呢 你觉得都市农业会是中国城市的未来吗 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